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次高远非常好的一球 这种反手的质量和反手的连续进攻 有效的限制对方 这个球高远推得非常好 高弧线的 林高也是比较平弧线的 这种技术方式 梁敬坤也是在 这球算梁敬坤 同样 梁敬坤的反手质量 插边了 其实我有一点可能相对来说 我可能是比较纳闷的一点 就是去比赛 都是以白短 然后去争抢这个全球板上手 6比8 你看是不是 对 7比8 对 比分8比8非常接近 其实是从前三板的 你看 你看其实梁敬坤 到了后面的比分 还是下拧拉了 好球就是9比9 高远拧的话容易下网 我就搓一下好一点 对 你看 其实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球梁敬坤没有控制 都有这个 这个 感觉是球台不台走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可能速度出不来 而且容易直接失误 非常快啊 高远上手之后 其实这时候梁敬坤已经防得非常 有一些变化 对 15 其实他就赢的几率大一些 摆到反手 应该拧拉的话 对于高远来说 这个战术也非常的好 打得很短 其实非常难的 好好吃 有点运气 速度 速度真的是 这个禁坛的速度 你拿 就像你说的 最近好像你拿可能效果都是 其实显示的全球 那我们这个弹中的个几率 往下то回 gaps 加勾了 很精 Aus 説明着这种球実践要让你处迹 这一段剩余较 verso 就是今天是只是那三个几率 金队 防防还是在 带断 这些防的非常好 还是就是说给到高远正手 因为高远正手相对于侧身来说 这条线是差一些 习惯对左手 这个时候发死转 好球 转不转 这是个机会车 好球 其实打形成这种相似 谁赢谁输真的是差不多的 对 目前来说你看梁静坤速度有点出不来 被高远队上这个速度会有一些优势 还是得从高远队 从正手突破了 对 之前就说了 中间正手位突破高远一些 让高远把注意力到正手位之后 他的反手位速度会下降一些 这种球高远防的非常好 其实第一把高远的防守这种是防的很稳的 而且 你看高远 到了梁静坤的中间 其实梁静坤的这个前三板优势很明显 你看摆短 林高远几乎没有那种反手拧拉 或者搬出台抢弓 都是那个梁静坤在上手 我觉得梁静坤也可以摆得点 你看像这种摆完短 其实都是梁静坤在上手 这球围的非常 我觉得梁静坤可以尝试 从林高远阵有搬出台 可以调节一些 目前的上旋 梁静坤会越明显 因为其实这种 你看像这种球 梁静坤一定在旋转加上 把旋转加上 对这个球 把旋转加上 你一旦心里有波动 还是下旋 你看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笔分带来的压力 技术要求 这是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高远这个心态会差一些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球打的根本 前面相持几乎没有失误 除非说你给他正守卫 这种质量很高的球失误 其实这些球 其实都不应该失误的 是斜 你看看 其实拳 再一个后手 加油 你看这局开局 其实 都高 快到阵手了 他也从高远中间阵手 对其实像这种时候输了 一人一个机会 都知道对方哪不舒服 像这种 像这种前三板的 如果这个球质量还不错的话 先从中间正手围突破会效果更好 然后 这球发球 你看在这种白可以发点纯上去 这球是无为失误的 这球是无为失误的 变了个转转 这球考选没有准备 还变了 其实我觉得上一分变会效果更好一点 因为他刚才也是在变 看起来 看起来 没有 你看 其实打 又一个运气 这球加速加的非常好 这球 这就是林高远的一个无位 差往 1比2 漂亮 这球 就是相对我先稳定住我自己的球 然后呢 有机会了我去加这两个 相对来说 这球变现啊 但是从概率学上 看梁静坤打到这个时候的旋转 你看是非常强你知道吧 其实这是手上球 运气还挺多今天 今天梁静坤的 这个转不转是非常难理的 梁静坤发这个球 主动的去打成这种 速度球 好球 2 1 4 4 9 所以这就是我说 这个速度和旋转的重要性 旋转到后来它拉起来 他出不去 5 4 5 10 5 你看到后来其实这个旋转